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合伙一起包饭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下中呢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进行一个这个小小的开箱展示 那么在我们这个套装组当中呢 是有个非常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小人 然后这个小人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Thinking Party 是一个芝诺黏土的一个小套装 这个芝诺黏土的话呢 之前就跟大家介绍过了非常非常多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小精灵的一个系列 就是我们鬼妈小精灵 它是一个可以在晚上呢去发出夜光的一个小精灵 也是超级超级的可爱 那么我们今天呢可以跟大家进行一个开箱的展示 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 跟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当赞 或者是给我们留言 那么我们每天每周都会近期的推出 如果有我们的订阅的话呢 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 可以在视频下方呢 直接留下你的愿望 那么我们就会根据大家的愿望呢 再来做出我们下期可以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玩的一个视频 然后它这个粘土呢 是可以把它拉长 然后把它拉断 可以把它搓成球 非常的具有弹性 等等等等 我们这边呢可以再把它 看一下它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个系列 比如说它这个系列当中呢 还会有其他的非常多的彩色的这种的粘土 现在这边呢 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个说明 可以看这边 这边呢是有一个可以告诉你可以在网上的时候呢 给它打开一个灯 用我们的手电筒呢给它进行一个照射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看到它里面非常帅气的一个这个颜色啦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再来试一下 先要把它进行一个打开 它这个有些粘土呢是有些掉出来了 但是还是非常的炫酷的 颜色呢是没有那么的深 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拿到手上去进行一个观察 颜色是一个非常淡的一个淡绿色 非常的棒 有一种这种液态玻璃的感觉 就是那种软软的液态玻璃 有点像它的一个透明色 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手上 它放在我们手上的时候的话呢 它就这个颜色变得非常的像果冻一样 但是呢也有点黏 手感有点像我们的黏黏胶 鼻涕胶 或者是叫做口水黏土 那么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把它拉断 能拉断了的话呢 它的这个截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用它呢 做成弹弹球 然后我们还可以把它拉成丝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灯光呢 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把我们的整个晚上的灯光都给它调出来 是不是特别的炫酷 完全都没有想象到 它是一个这么亮 这么好看的一个小小的这种黏土 放到手上呢 基本上都是一种非常漂亮的这种绿色 就像一个发光的一个这种小小的发光体一样 超级酷的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Crazy Aaron系列 疯狂的艾伦系列 如果喜欢的话呢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跟我们进行个留言 那么我们在这边呢 还有一个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不知道你们最喜欢的猪能年土呢 是哪一款呢 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 给我们留言啦 嗯不要忘了 给我们一个大目水箱上来算 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 写下你的这个 关于这些玩具的一个看法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